大家好我是章青 小孩子放逐假 今天小孩子点菜说要吃炒饭 我跟老婆两个人在冰箱翻了翻 哎呦发现我们之前做好了不少的咸猪肉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 咸猪肉炒饭 可是咸猪肉到底在中国是什么朝代开始的呢 我查了个半天 我觉得是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 孔子那个时代应该就有咸猪肉了 大概距今2600 700年前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一开始来谈谈孔子 孔子收徒弟有什么条件老婆 要素修 对对对 孔子素修篇里面有提到 自行素修以上无未尝无回也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不是有教无类吗 他不看人的贫富各一件 不看人的出生背景 只要你准备好素修 嘿那我就没有我不教的学生 素修是什么东西 素是一个单位词 素就是十条绑在一起 就叫做一素 修就是肉干 孔子弟子一生收了多少人 我想有读过论语的 大概都知道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 孔门弟子3000人 精通六亿者 72 号称72闲人 其中最有名的十个 号称十则 就是在孔佩奥后面占的那十个人 可是大家想一想哦 不收素修我就不教你 这3000个学生都有准备素修来的 我们就算他一人准备一素吧 3000个人一人送十条有几条 三万条 如果一天吃一条 孔子要吃多久 可以吃一百年 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 那个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的时候 他能够活到72岁 我想其中两个十五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个我们曾经讲过 在生姜里面曾经提到过 孔子是每天都要吃生姜 他曾经不是说过吗 不测姜石不多石 不能把生姜给拿掉 但是也不要多吃 对身体好 第二个就是肉干了 我觉得他每天吃这个 咸猪肉可能对他的身体 还是有帮助的 不然他怎么可能周游列国 每天劳心劳力 还能够活到72岁呢 好嘞 把半点烤炬 半点幽默 就把今天的咸猪肉炒饭 介绍给大家 老婆时间交给你 SUM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卢姐 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要用到的食材 当然第一个就是咸猪肉 这个咸猪肉现在通常 一般我都会做比较多 那做好以后 我就会像这样用夹链袋 然后放在冷冻裤里面 要吃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常温退冰 这样就可以用了 再来还会用到鸡蛋 然后还有蒜苗 因为咸猪肉就是一定要打蒜苗 它们两个是绝配 对 然后再来这个饭 一般都是炒隔夜饭冷的 那其实像热饭其实是更好炒 如果你是要煮来炒饭用的这个饭 米跟水的比例就是1比1 如果是要吃的那个 我们平常吃的是米是1水会多一点点 那这个的话就是1比1 了解 这样子炒出来才会粒粒分明 对因为我们不喜欢炒冷饭 哈哈哈哈哈哈 OK那这个蒜苗 好 蒜苗我稍微把它改刀一下 好 就是我们稍微这样子把它切 对 就是不要让它太爱口 因为我们这个就像葱花一样对不对 对 你在吃的时候它就是就着饭一起吃 如果你切得太大 你到时候在吃的时候 就会觉得它好像有个东西卡卡的 乖乖的 不顺 对 那个蒜苗 我们就这样把它全部都切切 老婆老婆那我问你 咸猪肉算是什么菜系里面的东西 咸猪肉是卤菜吧 对 山东菜有个咸猪肉 客家菜也有咸猪肉 原住民菜也有咸猪肉 只是他们用的是山猪肉 各个手法各有不同 腌制的调料也不同 对 我们家的调料特别简单 对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之前 一两年前的影片 对对 我们的味道 大部分还是以黑胡椒跟蒜末为主 那像客家的话 他们就是用五香粉用的很多 对 然后我们的这种做法 其实真的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我也觉得是最好吃的 而且这一篇 其实我自己的那个频道这一篇 已经有230万四的 看看树喔 而且超多人做 红到国外去 好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做 这个咸猪肉我们这样子 这个地方哈 皮把它切掉 对皮表 包含你在烤的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刚烤好的时候皮OK 可是你放凉一下下啊 那个皮就变很Q就要不动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炒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皮先卸掉 然后这个肉啊 我们就这样子 不要切太大 示范一下好了 因为我们是要炒饭用的 你也可以把它切成丁 这样太大 好我们就这样子稍微改一下 等一下在吃的时候比较 类似肉丝 对比较好救口 那像这一半的话 我就会把它拿去烤 这样子整个放在烤箱里头烤 上下火 好摄氏哦 250度烤20分钟就可以吃了 油滋滋了 多想 而且不用再放油 然后就搭配那个蒜苗切斜刀 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把它切一切 我们就准备要上锅 材料就准备好了 好嘞 这锅子已经热好了 现在有加一些油进来 我们先来炒鸡蛋 对 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啊 我老婆的炒饭超好吃 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鸡蛋我没有打散 我用三颗直接进来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我家小孩到外面不吃炒饭 对 而且每个买了炒饭都吃一口 哎呀这没麻烦的好吃 他们在外面不吃 连那个快炒店的那种炒饭炒面 我们觉得很好吃的也会被打散 对 你看我锅子都有多好看 嗯 你吃一点都不沾 对 这个蛋一定要炒到它变得焦焦的 就是它的香气都出来了 这个很重要 大火一定要把它那个焦香味给炒出来 对 而且你看看它就是金黄 黄金蛋 有金色有白色 嗯 好 咱们炒一碗 哇臭屁 手一定要插这样子 炒饭才会好吃就对了 不是啊 哎你看哦 我刚才突然想到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蛋一定要炒到这样才好吃 什么印象中 你看它有一点点焦滑 对 这种焦滑 对 我还不太会做饭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结婚 还很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去买一家炒饭 然后那家炒饭的老板 他每次就是站下去 然后就开始炒 然后他才去备料 然后才去后面的大工商拿什么肉啊 抓着抓 对 然后我心里就想 奇怪 他锅子就这样给他丢着 就不理他哦 然后 然后 等到我吃到他那炒饭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 因为他都没有去管他 所以他那一面 他一直接触底的地方 被煎得焦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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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香气特别棒 就是蛋还有肉 都是要这样处理的 就是一定要有 超会观察的吧 对 有天分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一样哦 就刚才这个 锅子 现在开大火了哦 我刚才是不是是加那个 油 对 加了油以后 我们现在来煸鹹猪肉 这个咸猪肉在腌的时候 其实它最主要的调味就是蒜头 嗯 黑胡椒 黑胡椒 还有些酱油 所以这里头蒜味很重 对 所以不需要再加蒜头了 而且我们等一下还有蒜 滑炒一下 对 炒到一条 你看 炒着炒着 它那个猪肉里头的那个油 都煸出来了 好香的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 就是要这个颜色 恰恰的 对 然后我先放一些蒜苗 这蒜苗在这边 它等一下的油 就会多了一个那个 蒜香味 对 另外一个蒜香味 这个把它煸一下 好香了 好这个时候转小火了 我把它全部都推到旁边去 现在蒜要下来了 嗯 好 吃饭 好 我儿子他们很喜欢吃炒饭 而且他们如果带电邦带炒饭的时候 对 同学都会来跟他妈画 对 哈哈哈哈 我直接炒这样子就好了 还有同学来我们家住的时候啊 点名要吃炒饭了 对 也是要吃炒饭 就点两个 一个要吃炒泡面 一个要吃炒饭 好 这个时候啊 就把这个火把它打开 嗯 好 不要急齁 你就让它下面的火开着 等一下它自己啊 就会散开来 烧不焦了 你不用一直戳它 对 饭热了它就分开了 它自己就分开 然后我们现在就下调味料了 调味料我从这旁边 下一点点这个 我用的是老抽 对颜色比较深 你没有老抽 就用酱油 好 然后盐巴要这样下 好 用这样 这样 然后 咸猪肉 因为它本身 就已经有咸味了 所以咸猪肉的那个 盐我们不能放太多 就看你的盐 不要放太多 然后一点点味精 然后再一些胡椒粉 其实它原本也有胡椒粒 所以胡椒粉 就是一丝一丝 把它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准备 好 那我们就要开始炒饭了 哇 今天还拿勺子炒勒 有大厨的感觉 拿勺子的好吃就是 你要压的时候 比较好压 不是有大厨的感觉 对 也是有啦 哈哈哈 把它炒一炒 你看这个快炒慢慢拌 把它拌到颜色均匀就好了 对对对 不用太急烧不焦了 对 烧焦你就跟小孩子说 今天吃锅巴 锅巴 对 其实啊 最怕的是 如果你的食材会出水的话 以前我不懂啊 然后我就想说要炒营养一点 炒一堆青菜 加了一堆的青菜 然后一直炒一直出水 然后这旁边黏的都是锅巴 然后我就想很辛苦一直推 快炒完一个蛋 或者手都快断了 然后满头炸汗 而且还不好吃 这个太太浮湿黏黏的 你看我现在的调味 还有基本已经炒干了 这个时候蛋才给它下来 好这样子把它翻均匀 你看这样是不是真的整个都粒粒生云 而且油亮油亮 有没有 对啊 漂亮哈 好 那这个时候 最后 这个葱花 就进来了 老婆 翻一下 它叫蒜苗 哦 哈哈哈哈 蒜哈 蒜苗 我有神经那个医师好朋友啊 他就打电话来聊天 说他怀疑 你有一点老年菜 还真的正座 哪次都说错 我洗好了 好 准备出锅 厉害 通常他们在盛盘很厉害 出锅都是这样子 然后接 然后他们就接很满 超厉害的 对然后盖一盘 对然后我们是不会 我们就好玩 乱学一下就好 本来飞到外面就报废了 就不用吃了 好 试吃 小孩点菜 老婆上菜 怎么拿一盘 咸猪肉炒饭 光看就觉得有食欲 咱们赶紧来试吃一下 试吃一下 哎呦 我还写出来 你看 真的厉厉 饭是厉厉分明 而且 蛋就是个金黄蛋 有没有 金银蛋都有 白的黄的都有 这看起来就有食欲 而且 有一块一块的 还能吃到蛋香味 这样口感就会比较丰富 有层次 但不要炒太碎 我也这么觉得 嗯 因为有点快重 对 嗯 咸猪肉这样腌 其实 还蛮软嫩的 嗯 焦香味炒出来了 而且口感很软嫩 呦 好啊 而且这个饭力 已经吸满了 那个油炸鸡蛋 和油炸这个 咸猪肉的香味 隐隐约约 它就是能吃到那个 你看什么 蒜苗的香味 嗯 对 三个都在一起 还真香 没有 其实炒饭有好多 什么咸猪肉炒饭 烏拉鸡炒饭 咸鱼炒饭 咸鱼炒饭 咸鱼炒饭好吃 嗯 我好吃 还好小朋友现在不用带便当了 不然就被你吃光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哈哈哈哈 等会小孩子一个打工 一个下课回来要吃 我是真好吃 真的一口接一口 炒饭啊 就是一个家的味道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一样的炒法 北方人回到家里 一碗热腾腾的面 可以暖了身子暖了心 南方人啊 或者台湾回到家 如果妈妈能够在晚上炒上一盘香噴噴的炒饭 我相信 不管是老公下班或者小孩回家 都一定会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上去麦台天天都有新鞋事 今天分享我老婆炒的最好吃的 鹹猪肉炒饭 咱们明天见 拜拜